记住摇滚教父有很多摇滚教母只有一个 大家好我是二手玫瑰联龙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music正在看 我是老郑 喜欢摇滚的小伙伴啊 想起中国摇滚教母 你们会想到谁呢 好清空你们的脑袋 老郑要说的是曾经的央视主持一姐 呼吸乐队的前主唱玉华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国摇滚前沿女歌手玉华 众所周知啊 中国摇滚乐的女歌手啊 本来就像是大熊猫一样珍贵 而玉华更是其中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子 出身军旅家庭的她 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 就顺利的进入了电台 凭借沙哑的声线和流利的英语口语 成为了当红主播 不仅主持了88年的央视春晚 成为一代大众偶像 还曾获得了世界广播至高荣誉的爱米奖 这样的履历啊 是不是很难把她和疯狂叛逆的摇滚联系到一起啊 红主持人 红主持人 你别老这么看 这话 让我觉得 我犯了大错 其实刚主持完春晚的第二年 玉华就果断的辞去了央视的主持 加入了呼吸乐队当主唱 这在八九十年代绝对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啊 但很可惜的是啊 这一日88年成立的最早录制专辑的北京摇滚乐队 在当时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水花 甚至现在很多小伙伴都没听说过这个乐队 93年玉华离开后 也就慢慢的消失在摇滚史的长流中了 虽然呼吸乐队的成绩不佳 但这并不能代表玉华真正的音乐水准 很多歌迷都觉得啊 玉华绝对是个被低估的女歌手 96年她的首张个人专辑《现代化》 就被美国权威乐刊评为 当年最值得一听的女性摇滚作品之一 与世界女子摇滚乐超级明星 埃拉尼斯·莫里赛特并列 玉华的声音沧桑直白 刚硬质朴 歌曲里啊 你能听到很多前卫的音乐元素 她也创造了独特的玉华式音乐 现在的玉华早就淡出了摇滚圈 但是她的作品和精神却一直影响着不少人 真希望这样传奇的摇滚女歌手能更多一些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老周视频的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